歡迎大家收看 骨質疏鬆不是病 骨折之後要人命啊 該怎麼辦呢 我們邀請到的是雷蒙老師 大家好 真的 補充骨質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不容易得到骨質疏鬆 對不對 沒錯 好 趕快來介紹 今天的第一道料理就是 培根納豆芥蘭菜 今天的培根納豆芥蘭菜 所需的食材有 芥蘭菜半斤 培根一盒 納豆一盒 海苔醬 和風醬 芝麻 以上就是培根納豆芥蘭菜 所需的食材了 芥蘭需要處理過嗎 要燙過 首先先燙過 對 水開的 所以我們先燙芥蘭 對 因為芥蘭的頭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們稍微燙熟一點點 因為它的梗比較粗 對 對不對 那個 剛剛應該是梗先下去煮 那沒關係 來 所以你冰鎮它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這個要吃涼的 這是涼菜 對 這是涼菜 所以我們先把芥蘭的梗燙熟一點 對 然後待會兒我們要切得非常非常細 切細啊 對 所以我要先冰鎮它 要不然會燙到自己的手 也不會啦 其實這個也沒有那麼燙 我們OK了 好 OK了 一下就熟透了 對 好 然後就馬上把它冰鎮 好 來 這個先放 冰鎮一下 所以它這樣顏色比較不會變色 對… 然後因為我們待會兒要加的東西 都是比較特別的 然後最終要把它擰得很乾 要擰乾喔 嗯 哇… 這一招要叫老公來 媽媽們要擰… 沒你這麼厲害的手勁 好 好 來 這個要切稍微細一點 待會兒要做… 做形狀的時候會比較… 比較好做 哇 那個芥蘭的梗啊 燙熟之後然後冰鎮變得好翠綠 好漂亮喔 而且中間是透明的 對 中間是透明的耶 你看 中間是透明的 真的可以透光耶 對… 好漂亮喔 好 它這樣切切感覺有點像雪菜 對… 所以這個是要混合 對 待會兒我們要混合一些 我們的納豆還有那個… 芝麻 對… 好難想像 納豆跟培根跟芥蘭菜是好朋友 感覺就是一個西方人取到了 日本人跟香港的會學人 真的嗎 對 好 我們還要再把它弄乾一點 對 你乾一點 對 怎麼了 老師你有練過什麼拳擊這一類的嗎 沒有… 小鏡 你看 好 要拧得很乾 好 那我們就把 蔥花 來 加進去 然後 納豆 納豆很多人不敢吃喔 可以啊 納豆也是這幾年很受歡迎的健康師 對 然後你知道這個是什麼東東嗎 該不會是你最愛用的海苔醬吧 對 這麼巧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因為老師的很多創意料理裡面 跟海苔醬都擺脫不了關係 對 有一次用海苔醬做什麼 白葉豆腐 白葉豆腐害我印象好深刻 可是它超好吃的 然後這個是醬油 我們的黑豆醬油 對 不要太多 因為那個海苔醬就有一點鹹了 鹹味 對 好 然後 這個是醋 這是我們的鳳梨醇 就是增加一點點鮮味 酸味 香味 好 然後呢 香油 香油 對 所以我們雷蒙老師的畫龍點睛 就是我們的海苔醬 你看 你看黏黏的你看 菠菜跟納豆真的在一起了 這個 好難想像它的味道喔 會開始了耶 開始了喔 那我們待會兒要把它做造型 還有造型啊 對 老師每次雷蒙老師做的菜 我都很難想像它的味道 因為絕對是前所未試的對不對 對 那媽媽們如果在家裡面 因為雷蒙老師教我們的幾道料理 其實都非常容易上手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嘗試 新奇失誤的人 雷蒙老師的菜 對 很有意思 對 我做的東西就是 你平常看不到 想像不到的味道 對 好 那我們再煎這個 培根 培根 你看 我就說培根不用放油啊 直接這樣乾煎 因為它很會出油對不對 對 那我要一片一片對不對 好 這樣 兩片就可以了 兩片就夠了 對 兩片就夠了 你看多香 清清茶茶那個香味 好 那你在煎的時候 我再把那個芝麻弄在上面 那你這個模型從哪裡來啊 該不會是我兒子吃剩的布丁糊 這個是那個 我們喝的水杯 平常的杯水 然後你把底部割掉了 對… 看兩面煎一下就香香脆脆的 好 這樣可以 可以了… 對 可以了… 又簡單做 好香喔 好 現在我已經把培根煎好了 好 那我們就把它裝飾一下 培根是裝飾 把它圍起來 這樣感覺不會讓… 這樣顏色又不一樣了 對 馬上就這麼容易就完成了這一道菜 這一道 各位媽媽們 就是我們雷蒙老師為您帶來的 培根納豆芥蘭菜 這就是雷蒙老師為大家介紹的 第一道兩拌美食 培根納豆芥蘭菜 接下來 雷蒙老師還要為大家帶來 什麼樣的創意料理呢 我們知道要補充鈣質啊 起司是一個很重要的食材 蘑菇也很重要 蘑菇 對 今天很特別是這兩樣 竟然也要在一起 結合在一起 通常我們蘑菇 人家就是炒頭豆 要不然就是什麼 冰箱炒花生 類似這樣的東西 大骨頭湯啊這樣 對… 今天竟然是跟起司在一起 那我們來看看 今天我們雷蒙老師要帶來 這道料理就叫做 起司蘑菇捲 今天的起司蘑菇捲 做需的食材有 所以是用起司捲蘑菇 還是蘑菇去捲起司呢 用起司去捲蘑菇 那我們現在就是做麵糊 要做麵糊 加一點水 所以用的是室溫的水就可以 對…這個是起司粉 酥炸粉然後加起司粉 酥炸粉加起司粉 酥炸粉我們之前有拿來炸魚塊 那好吃啊 吃起來好像海綿蛋糕喔 真的嗎 真的 炸那個鱈魚 所以酥炸粉很適合 拿來做油炸類 對… 而且它炸的時候會 就是比較持久不會軟掉 就是還是硬硬的那種 所以是口感是很適合的 對… 要加起司粉進去攪拌 沒有 這個要先再炒一下 對… 蘑菇要炒 對… 一開始就… 對 因為我們都沒有加油 這個是蒜頭末 對… 就拿來爆香 直接這樣子 對… 所以這樣子的蘑菇等一下炒起來 會脆脆的對不對 對… 然後在炒到魚的過程中 我們加了一些胡椒粉 胡椒粉 胡椒粉 胡椒粉下去就已經香味跑出來了 我繼續乾炒對不對 對…我準備這個皮 這個是什麼皮 春捲皮 所以你要用春捲皮來捲起來 對… 來… 香味出來了對不對 對… OK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灌這樣 來… 真的好香耶 對啊 我炒的關係 對 好 那我們就 起司放上去 對… 所以這個有點像我們做的壽司 但是用起司來取代 對 對不對 然後用春捲皮取代海苔皮 你看 這樣包起來 這樣會好吃嗎 對啊 待會兒妳就試看看 因為我們待會兒還要炸 還要油炸 還要再炸喔 對 我以為直接就這樣吃 OK 這樣做一捲 這個小孩子會很喜歡吃 喜歡起司的小朋友 對 用真好… 慢慢跑 然後這個還要再加水 對 也要加水 對… 來…我來 好 還要加黑芝麻 還要再加黑芝麻 對… 這個不是只是拿來做 醬服的角色而已 不是 慢慢 對 對 滑掉了 滑手 你知道媽媽們在廚房裡面做菜 真的是跟打仗一樣 要小心處處有陷阱 所以我們也是炸到它浮起來 對不對 對… 那這樣子的話裡面的起司就會融化 對 好… 好 幫助骨質疏鬆的人來攝取鈣質 其實我當初會選擇用黑芝麻的原因 就是要它的那個顏色 顏色 OK 對 所以我們沒有用白芝麻 對… 好 我們差不多了 雖然氣泡還是很大 但是我們就是… 時間上夠了 對…時間上夠了 OK 它起司都流出來了 對… 好飽滿喔 太可愛了吧 好 這很像餐廳菜的甜點 會黏住 你看 起司跑出來 真的 起司 表示鈣質豐富 對 擺盤 對 擺盤 我們來畫螺點睛一下 好 OK 太漂亮了吧 好 好像餐廳菜喔 好啦 這就是雷姆老師為大家帶來的 起司柚拉皮捲 這道充滿豐富鈣質 就連大人小孩都愛的起司柚拉皮捲 您是否想要試著做做看呢 別急 先讓女方來為大家嘗一些嗎 補充鈣質的時間到了 對 也是白老鼠的時間 對 我先來吃 我記得我剛剛覺得很好吃 真的好 這個納豆 芝麻納豆跟我們的芥蘭菜 對 可以用這個 對 湯匙 湯匙 所以它其實是 其實你知道嗎 你雖然放了那個海苔醬 是 但完全吃不到海苔醬的味道 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它那個納豆 會不會很恐怖啊 不會 完全沒有納豆的感覺 但是它有點鹹香 這個芥蘭菜其實本身也會有點苦澀味 對 但是這樣吃起來 沒有 是回甘的味道 對 你吃到整個口感很好 而且主要是芥蘭菜的梗子 甜甜的 提供了一個口感 脆脆的 很好吃 好 接下來我們要吃 這個雖然芥蘭甜甜 煮菜也可以 煮菜啦 這是煮菜 小朋友應該會覺得很特別 對啊 這個應該要怎麼吃它呢 就整條的藥啊 小心燙口 很脆耶 是啊 好香喔 裡面的起司都融化了 對 整個起司的味道 完全在口裡面 晕開來了 然後它那個皮 就是吃起來像餅乾的感覺 對… 還有點麥香 對 很特別耶 然後吃到裡面鹹鹹的 因為這是小魚乾 對 還有胡椒 胡椒的那個味道 然後它提醒你說 這是起司 真的 所以如果有的小朋友 不太敢吃起司 或是不太敢吃布拉魚的話 這一招它絕對吃不出來 對 你加了一點點白胡椒呢 可以讓那個奶味 降掉 降掉一點點 所以有時候你吃起司 你會覺得太膩 對 其實加胡椒粉 完全就把那種膩感的血 就消除了 對 然後因為又有小魚乾 我們小魚乾又加了蒜頭 對 那蒜頭跟那個黑胡椒的 白胡椒的那個味道 把那個奶味完全都可以去除 對 所以完全想像不到的美味 很特別耶 剛剛 你再咬進去一點的話 就是在中間那一段的話 它那個魚的 胡椒的味道 真的會讓它呈現更多 好吃… 很不可思議 你可以把它當主菜 以為它當甜點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雷萌老師 帶來這個好的料理給我們 媽媽們也謝謝你們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下次見 收視一些細小魚 之後 那時候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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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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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